大家好,我是墨星 今天又是一期墨星时间 大概去年的时候 我在一家卖纪念品的自动手货机里面 看到了杭州最最最有名的一对 白素贞和雪仙的迷你鸡木 您帮我买了之后 我很高兴地把白娘子带回了家 可是有个问题 我们当时只买了白娘子 后来我每天看到放在书架上 孤单单的白娘子 心里一直不舒服 替她可怜 所以我又求了名 好几个月之后 机会终于来了 来一两个 要买什么 许仙 这个 这个吧 许仙 终于到手了 盒子里面有很多细小部件 所以要小心不要把它们弄住了 这些迷你鸡木不合适三水以内的幼童接触 如果不小心吞了一块 会有巨大的窒息风险 所以儿童需要在常人的指导下使用 安全第一 这是说明书 也很重要的 也不要把它弄丢 好了 废话不说了 我们开始动手吧 把许仙组装出来 如果有法国或者外国朋友们在看这一期视频的话 你们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这么高兴 甚至你们根本不知道白苏珍和许仙是谁 他们是一对非常有名的中国夫妻 白苏珍是一条很厉害的白蛇 我很凶 许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 嗯 两个人是白苏珍中最重要的角色 我给你们大概讲讲这个传说吧 怎么样 有一次 一条白蛇被一个小男孩救了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这一条叫做白苏珍的蛇 修炼了前年后 带着他的妹妹小青 也就是另外一条蛇精 化为人形 去找那个男孩的转世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许仙 这一次许仙是一个住在杭州的书生 有一天 许仙去西湖柴药 白苏珍特意用自己的法力与他相识 两个人马上相爱 然后结婚 白苏珍很快就怀孕了 不久后 许仙在柴药的时候 认识了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和尚 法号叫法海 法海在许仙身上发现了妖怪的气息 他告诉许仙 阿弥陀佛 白苏珍是一条蛇腰 可是许仙不相信 所以法海就让许仙在端午节的时候 让白苏珍喝了一杯带有熊黄的酒 熊黄对蛇是毒 所以白苏珍没办法保持人形 再看到自己的妻子变成了一条巨大的石的那一刻 许仙被吓死了 白苏珍上天情偷仙草灵芝救活了丈夫 但后来法海又说服了许仙 把他留在金山寺里 为了找回政府 白苏珍在小青的崩祝下与法海斗法 争斗时用的法力太大 不小心引起洪水 淹没金山寺 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 因此白苏珍触犯天桥 在生下肚子里的孩子之后 被罚海困在雷锋塔下受罚 直到他们的儿子长大 当了转员到雷锋塔前进入 才把他救出 全家最后团聚 到下一世全家一起升天 我已经说过另外一个结局 是小青旧白苏珍的结局 好像是最老的版本吧 好了 真是个大纲啊 如果你们对这个传说很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推荐 1992年版的新白娘子传奇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电视剧 可是你们要先准备好啊 这部电视剧一共有51集 而且像一个戏剧一样 里面的演员经常会唱歌 动作很夸张 不过还是蛮有趣的 而且我估计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看过它 明小时候也看过 还有新的一版 2019年的 也不错吧 可是我听说很多人觉得 这一部根本比不上 92年的哪个 我只记得新版本里的 发海超级帅 啊 啊 啊 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 嗯 下方 嘛伯 水漫的,就不想把 我不是的,不是我的 小姐,我只没想到 不贴 身体完成 许仙的迷你剧目完成了 Excellent 继续 "; 《主事》 《主事》 《主事》